男主今年18岁 他的烦恼就和头发一样 越来越少 起居生活由妈妈照顾 日常支出由爸爸负责 自己则是意大利的公务员 每天12点到离家50米的办公室上班 摸鱼闲聊三小时后 男主准时下班 除此之外 他还有长头发 大波浪的女友 正当男主处于人生巅峰 政府却要裁员了 没有结婚 家人没有患病的 统统辞退 很不幸 整个部门只有男主附和 躺枪的他对着妈妈大发脾气 为了保住铁饭碗 男主向女友求婚 受到戒指的后者感动不已 可领导告诉男主 现在结婚已经晚了 于是他及时止损 把戒指抢了回来 不久后 男主前往首都等候发落 看到女友挥泪告别 男主伤心欲绝 结果下一秒 女友仗了为接盘侠 部长白杰掏出三万欧元 让公务员主动辞职 如果不辞的话呢 就发配远方 比如广东的调到广西 从别人一生生量载 变成一个个X毛 虽然众人都被劝退了 不过男主不离不弃 这几个月里 他被派到全国各地 做各种工作 比如医生 修水工 快递员 家教之类的 由于男主死赖着不走 白杰只好向下属求助 白杰是任无可忍 把男主送到北极 刚到这里 男主就年轻了不少 因为他动成孙子了 他的工作是防范动物攻击 看到上任员工的模样 男主心生退役 就在这时 同是女主出现了 男主对他一见钟情 果断留在这里 女主温柔善良 每天采集样本 调查大气变暖 为了打好关系 男主努力干活 比如圣翅林虾 分析其中的元素含量 他甚至用传统手艺 收集北极熊的遗传物质 渐渐地 两人的关系越发亲密 女主主动提出 带男主回家 到达挪威后 男主发现 女主是充满了故事 他有三个孩子 分别是黑人 白人 黄种人 性的宗教 也完全不同 有佛教 伊斯兰教 七度教 还有无神论者 接着女主分享 前任的照片 里面有男有女 还有不男不女 很明显女主 有极油的癖好啊 男主也意识到了 自己向往的林小道 其实已经车水马龙 不过爱情是伟大的 男主决定接受现实 他把女主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 每天陪他们玩耍 做饭给他们吃 遇到兄弟俩吵架 他便用人人平等的理念 感化他们 说得久了 男主被童话成挪威人 他学会文明排队 垃圾分类 甚至丢掉了嫉妒心 放任女主和前任约会 自己则给他带孩子 很快 两人日久生情 达到生命的大和谐 进入冬季后 挪威的白天 只有四个小时 男主长期生活在黑夜 逐渐变得暴躁 他在超市故意插队 和大妈口吐芬芳 又或者在意大利餐厅 吃到菠萝批萨 男主立马搬来梯子 拆了对方招牌 看到男主思想之情喷涌而出 女主一家决定搬到意大利 刚到机场 男主惊喜地发现 飞机延误了 回国后 男主成了护林员 女主闲着没事赶 开了一家小型动物园 专门收养无家可归的小动物 白杰得之后 以不是合法饲养为由 断了动物园资金 除非男主拿走七万欧元 主动辞职 不过后者对铁饭碗 是有很深的执念 果断拒绝 失望的女主返回挪威 男主劝说一番 为了忘掉女主 男主整天酗酒 就在这时 白杰上线了 用美色勾引对方 一番颠乱捣缝后 白杰掏出十万欧元 和辞职合同 他哄骗男主签下协议 结果 后者是白嫖怪 立马赶走白杰 没有女主的日子 男主提不起精神 每天工作都是敷衍了事 看到有人乱到化学物品 男主也不想管了 这一天 男主的老乡担任总统 男主也鸡犬升天 顺利复职 远在非洲的女主 也传来好消息 说自己怀孕了 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 于是男主带着父母赶往非洲 由于非洲经济不发达 医院里缺乏疫苗 看着周围的患者 和怀里的孩子 男主终于放下执念 他告诉白杰 自己要辞职了 后者一听 立马心花怒放 前往非洲 虽然政府补偿金 没有以前高了 但为了解决男主 白杰自掏腰包 拿出五万欧元 男主也乖乖签下辞职协议 男主辞职后 女主和他重归于好 白杰给的钱 也用于医疗建设 不久后 白杰收到非洲人的感谢视频 他的善心也被领导发现 成功升职加薪 白杰然泪下 打电话感谢男主 说自己意识到了 什么叫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是真美的 给其他一手 也有两个 女主